小沈阳因在冲昂舞台上和师傅赵本山合作演出了一部小品,不差强而一夜爆红,身家更是千倍万倍的涨。 这种迅速窜红的现象估计到现在都无人能复制。 当然,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,一切都需要实力作为基础。 小沈阳的天分不止在于小品上,还包括唱功和累积多年的舞台经验。 因为小沈阳是二人传演员出身,1995年开始抱团学习二人传表演,2006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赵本山相中,成为赵本山徒弟中的一员。 关于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,小沈阳曾在做客访谈期末,鲁豫有约中向鲁豫透露过。 当时鲁豫问小沈阳,你成名前最初的一个小希望是什么? 小沈阳回答道,我最早就是想能把家养起来,因为我家是山沟,也就是农村嘛。 按道理来说,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美好的,但我的童年好像没那么美好。 这时鲁豫接了一句,因为穷,小沈阳说,对,太穷了。 鲁豫说,我老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,就是东北再穷,它还能穷到什么地步? 小沈阳沉思了两秒钟,然后回答道,吃不上饭,倒谈不上,每年就靠中低挣钱,包米,豆子,大豆,一年一共加起来,卖过两三千块钱,收成不好的也就几百块钱。 所以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就那几百块钱。 当然,小沈阳描绘的是他小时候的东北,现在的东北,估计经济条件和质量肯定已经改善了很多。